在職专班成为了各个系所 自己谋取他们足够经费 甚至少数个人谋取他利益的一条歪风 日前论文事件险见高教环境出现问题 因此高教工会提出台湾高教病症 要求教育部检讨 其中针对私校退场条例上路 却已通用私校法双轨制 保留校产提出质疑 教育部的说法 只有被专案辅导的学校 才要适用退场条例的规范 假如你的学校没有被专案辅导 你想要退场 你就可以回到过去一样 用私立学校法的方式来退场 我们高度质疑 教育部在2022年 推出退场条例的时刻 竟然还倒打一把 宣称说可以回到过去 用私立学校法来退场 政治人物毕业论文闹得沸沸扬扬 抄袭报学人争议 针对在职专班的差别管制 林博仪表示 在职专班的乱象 恐引发学电化的温床 另外工会也针对教育部退休官员 转到私校担任门神 形成与私校勾结的互惠现象 如果你是开设在职专班 你可以用比较少的师资 来营运这个硕士在职专班 你可以学费不设任何上限 少数老师教能指导非常多的论文 他们不惜下降 入学跟毕业的门槛 形同学电化的一种温床的制度 我们的政府到今天为止 没有要改正 现在这些门神还插手了很多学校的退场 比如说我们超级大门神吴清基 他就插手了台湾首大的退场的程序 民间与工会各界尽管持续发出批评的声音 列举问题 但教育部始终没有听见声音 高教工会呼吁政府进行通盘检讨 也充分分配教育资源不让可以修正的问题 持续恶化下去 人间卫视增加吴志恒台北长报道